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山頂貝露道的私人物業 遷見風波,擾讓五個多月後,有越演越烈的跡象 雖然梁振英已在11月23日發出14頁紙的書面聲明 公開交代家裡遷見的來龍去脈 風波還有不少疑團,至今仍未解開 在強大的社會嬌聲下,他會在明日12月10日下午到立法會 再次就事件作公開交代 不過,無論他如何致言其說,可能已經太遲了 我們一定要發動全港的市民,加入我們一起賭糧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四十幾個民間團體12月9日在天馬艦舉行集會 宣布成立民主賭樑力量,希望透過民間行動,將梁振英推翻 目前,社會民意沸騰,畢端處處 特首承信,荡言無罪,任人為親 政府的施政方寸大亂,主要的官員缺實承擔 社會貧臨絕境,市民苦不堪言 香港民落到疑似的地步,梁振英實難辭其咎,意義 歸根結底,問題出於制度上,只有徹底改革目前的政治體制 重新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負責任、高透明度的制度 才能達至一個更完美的社會 因此,本聯盟的成立,目的在於各種手段的 使梁振英引咎下台 最終目標是爭取盡快落實全民普選 以創立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 從梁振英上台之後 已經正式踏入了港共管治的時代 所以,我們推翻梁振英 除了為我們現在所承受無目無法治 影響我們人身自由的當下苦困之外 就是為了我們下一代真自由,是嗎? 是 是 新兼大聯盟召集人的立法會議員陳偉業 在成立大會之後見記者 透露了接下來的行動 1月1日我們會在維園出發 會遊行上禮賓府 去到禮賓府 我相信群眾得不到答覆 是不會離去的 所以呼籲1月1日的遊行 群眾要預計較長的時間 要在禮賓府抗爭到底 直至到梁振英引救下台為止 今次是繼2003年7月1日 50萬人上街之後 再次有團體自發組織 推翻行政長官的行動 而今次行動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賭良力量的好幾位靈魂人物 有份參與在2003年 為了推翻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 而成立的民主賭董力量 事隔將近10年 究竟歷史會不會重現呢? 我們拭目以待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 盧紫陽 天馬藍報導